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 并且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 仍然邀请了夏凡哥哥来说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小朋友你好 我是夏凡哥哥 很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天父爸爸给亚伯兰 好多好多特别的福气哦 亚伯兰他也愿意顺服天父爸爸的带领 就让他经历了一场特别的人生 他在水源和草场上的让步 带给他更丰富的祝福 让他也能认识天父爸爸是拥有一切的上帝 后来他又经历了五王之战 最后他以少胜多 战胜了五个王的联合军 让亚伯兰知道天父爸爸是他的帮助 同时他也明白天父爸爸是天下所有君王的上帝 所以在那场五王之战之后 亚伯兰勇敢地向索多玛王表示 他绝不会拿取索多玛的那些财物 甚至一根线一条鞋带他都不会拿去 免得被人家说 他是靠那些财物才让自己富有的 可是小朋友你晓得吗 亚伯兰回去之后 他并不像一般人去建立一个国家 或建筑一个大城 而是继续过着他本来的游牧生活 仍然是天天心情地耕种过日子 有一天亚伯兰像往常一样整天忙着 却突然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 原来是上帝要对亚伯兰说话了 上帝要对亚伯兰说什么呢 让我们先听一小段音乐 音乐过后再告诉你哦 小朋友就在亚伯兰打了圣仗 回去乖乖过日子的时候 上帝却让亚伯兰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 正当他惊讶害怕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上帝对他说 亚伯兰 不要怕 我要保护你 给你极大的奖赏 听到上帝说话的声音 亚伯兰这才安心下来 回答说 至高的天父上帝啊 我没有儿子给我继承家业 你给我这么多的奖赏 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我唯一的继承人 就是那个大马士革人 以利以谢了 既然你没有给我自己的儿子 所以你给我的赏赐 就只能在我家里出生这个奴仆 以利以谢来继承你给我的产业了 小朋友 你听天父爸爸只说了一句话 而亚伯兰却立刻说了这么一大串的话 好像亚伯兰要提醒上帝 他没有儿子呢 所以天父爸爸所说的这个后裔 大概是指自己的这个仆人 以利以谢吧 下凡哥哥想 可能亚伯兰等了这十多年 没有自己的儿子 加上侄子罗德也离开了 所以亚伯兰会有些无奈和沮丧吧 他才会自己想说 那就把这个仆人当成自己的后代子孙吧 这样上帝的应许就不会落空咯 没有想到 天父爸爸却坚定地对他说 奴仆以利以谢 不会是你的继承人 只有从你而出的儿子 才是你的继承人 听到这里 亚伯兰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应 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 内心存在的问题 实在很想找到答案呢 上帝知道亚伯兰的心 也知道他不是不幸 是找不到答案 于是上帝就领着他到外面去 要亚伯兰向夜空来仰望 对他说 亚伯兰这个时候想起 从第一次天父爸爸跟他说过的话 还有这一路上他的带领和保护 他就肯定地点点头 他知道天父不会说空话 他要继续地相信他 因为亚伯兰对天父的信心 让天父爸爸十分地安慰 于是天父爸爸就继续地说 我是上帝 从一开始 就是我带领你 离开了巴比伦的乌尔 因为我要把现在你在的这片土地 赐给你 作为你的产业 亚伯兰就赶紧地问说 最伟大的天父爸爸 那我怎么知道 我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哪有本事得到这一整片土地呢 天父爸爸听了就回答说 你听好 这是我答应你的 你去预备一只三岁大的母牛 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 一只三岁大的公棉羊 还有一只鸽子和一只斑鸠 到我这里来 像人立誓定约定的方式一样 把它们剖开 对半放着 我告诉你 我说了 我就一定做得到 亚伯兰听到这里 就赶紧去把这些动物 照着天父爸爸说的话 一一剖开 分成两半 相对地排成两行 可是鸟儿却没有剖开 就是把它撕开而已 当等这一切都预备好了 它还在等天父爸爸的时候 有一些秃鹰 就赶紧往下猛扑 想要停在那些肉块上 大块朵鸡一番 而亚伯兰还一一地 把这些导弹的秃鹰赶走 他就等着等着 等到太阳下山西沉了 亚伯兰等得累了 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个时候 天突然全部都黑掉 黑到连伸手都看不见五指了 这个时候 天父的声音突然地出现说 你要听清楚我说的 而且要牢牢地记住 你的后代要流浪到异乡 被人奴役 被人虐待四百年 但是 我一定要惩罚奴役 他们的那个国家 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要带很多的财物出来 至于你自己 你会想长寿 而且平安地离开人士 安葬 那些后代 要过了四代 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 因为我要等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 他们的罪恶满盈 必须惩罚的时候 才赶走他们 当天父爸爸说完这些话 在一片黑暗当中 突然有冒着烟的火炉 和燃烧着的火炉出现 从那两行肉块当中经过 眼看着那个火炉和火炉 经过那些肉块中间的时候 就把两边的肉块烧得干干净净 原来天父爸爸为了向亚伯拉罕保证 就在他说完话的时候 就用这样的方式 表示他所说的话 一定要成就 小朋友 这个立约的仪式 就这样的完成了 天父爸爸对亚伯拉罕的保证 就是他自己的话 这样的方式 实在有点让人费解 不过先介绍一下 在古代的彼此立约定的方式 这可是其中的一种哦 就是定约的双方 要把牛羊之类的动物 切成两半 放在两边 然后立约的双方 就把约定的事情 清楚地陈述 而且强调 如果被约的惩罚 就好像这个动物一样 被切成一半 很严重吧 但是一般立约 都是两个人要手牵着手 跨过动物之间 表示这是两方 有共同的责任的 可是这次奇怪的事情是 当亚伯拉罕都预备好这些动物 也等着上帝和他 一同来定出 要给这块地的证明 结果亚伯兰却睡着了 上帝就突然来了 等到他惊醒过来 天父爸爸已经完成了立约 表示这是天父爸爸所定下的约定 他不会被约 可是亚伯兰呢 难道亚伯兰没有需要遵守的吗 天父爸爸向亚伯兰保证 不是用一块地 或者的某一个证物或神机 而是自己来跟亚伯兰 礼约做证明 他绝对不食言 而天上地下 没有其他的人或事物 可以超过上帝亲子的保证的 你想这样一来 亚伯兰能不相信吗 小朋友 你会不会羡慕亚伯兰和天父爸爸之间 有这么亲密的互动 好像亚伯兰有需要 天父爸爸还主动告诉他这些事 甚至给他保证 可是小朋友 别忘了哦 今天你跟天父爸爸 也可以有这样亲密的互动呢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 就是经过好多人 写给我们的圣经 天父爸爸还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让我们可以随时地向他祷告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哦 上帝已经给你福气 还有他话语的保证 就是天父爸爸告诉我们 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为信他的人 已经付上了救赎的代价 还派着圣灵 保会师 随时随处 看顾保护着我们哦 小朋友 希望你天天都能向天父爸爸祷告 告诉他 你一切的需要 也告诉他你的感受 天父爸爸很喜欢我们 到他面前 他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更是乐意帮助你的哦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 爱笑还想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